如果你觉得平时看的怪物恐怖片不够刺激 那么这部怪型前传一定能让你眼前一亮 只需要简简单单的一个细胞 里面的怪物就能完美模仿任何生物的模样 并且潜伏在你的身边刺激而动 身边的队友到底是人还是怪物呢 喜欢追求刺激的小伙伴系好安全带 让我们一起发车 故事开始于1982年的南极大陆 一支挪威科考队不慎开着雪地车掉进一个冰洞 却意外发现一艘埋藏在冰层之下的外星宇宙飞船 这个发现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来说无疑是重大的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 他们还在飞船的步远处发现了一个被冰洞的外星生物 于是科考队立即决定将这个外星生物带回基地进行研究 由于害怕破坏其身体构造 他们连同整个冰块都运了回来 但在切除冰块之前 急功近利的博士却打算 要先提取一些外星生物的组织切片 确定这玩意到底是不是外星物主 一旁的生物学家阿珍听后立马表示反对 因为在没有防护设备和消毒的情况下 很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可控制的意外 但博士却不以为然 坚持要进行提取 毕竟他才是这里的老大 阿珍也只能妥协 助手随即拿起一把40米的电钻开始往里面钻 随着钻头的不断声音 只听见一声清脆的响动 很快就接触到了生物的身体 助手小心翼翼地取出电钻 一小块身体组织如愿被博士提取到 而结果也跟预想的一样 确定该生物不属于地球 这个发现足以颠覆人类的认知 而作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接触到外星生物的人类 他们不仅会被诗人铭记 还会因此发一大笔横彩 众人听后也是兴奋不已 随即就举行了热闹的派对 然而光顾着庆祝的人们却并不知道 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黑子刚准备去上厕所 就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好像正是从存放冰块的房间里发出来了 他好奇地走进房间 结果发现冰块似乎有融化的迹象 就在他猜想这玩意会不会出来的时候 没想到下一秒 突然出现的老六队友 把黑子吓得不轻 可他刚缓一口气准备离开这里 真正可怕的一幕却发生了 没想到怪物竟然从冰块里跑出来 突如其来的一下把黑子的脸都吓黑了 他赶紧跑回去将此事告诉其他人 一开始正在狂欢的众人并不相信 可当他们亲眼看到破碎的冰块时 瞬间就意识到大事不妙 博士立即组织人员分头进行搜索 结果发现狗笼里的狗已经遇害 同时另外两人也发现房子下面好像有动静 他们拿着手电筒往里面一招 果然就是那只外星怪物 可还没来得及呼叫支援 其中一人就被怪物伸出的触手 瞬间贯穿身体 队友赶紧大声呼救 很快其他人听到声音后立刻赶了过来 他们惊奇地发现怪物正在吞噬那名队友 众人见状立刻举枪射击 但似乎并不能对他造成伤害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使用火攻 利用一桶汽油将整栋房子点燃 这才将怪物彻底杀死 然而面对团队成员的死亡 博士却并没有放在心上 因为他更加担心的是怪物尸体的完整度 随后在众人惊魂未定的时候 就赶紧叫人将尸体抬到实验室 他决定马上进行解剖 而尸检的结果也是让他们倍感震惊 因为这只怪物并不是简单的进尸 而是将这名队友的尸体进行吸收和同化 博士猜测这可能是怪物特殊的进尸方式 但阿珍却在怪物的身体里发现一根金属固件 根据小帅所述 是因为这名队友曾经动过手术 金属固件是用来修复手臂上断掉的骨骼 可这玩意明明是在他的手臂里 为什么会跑出来呢 为了搞清楚怪物究竟想干嘛 阿珍从尸体上取下了一块队友的人体组织仔细观察 结果发现里面的怪物细胞竟然还没有死 并且正在快速地吞噬和仿制人类的细胞 这也就意味着所有被怪物吞噬的生物 都会被他完完全全地仿制出来 得出这个结论后 两人顿时难以置信 可到了第二天 正在洗脸的阿珍又无意中看见地上有几颗带血的金属假牙 还看见浴缸里出现了大量的血迹 他瞬间意识到大事不妙 因为此时飞行员阿伟正准备带着几名伤员离开这里 听到直升机起飞的声音 阿珍赶紧跑出来挥手阻止 如果真的有人被怪物感染 一旦让他回到人群密集的城市 那将是一场灭顶之灾 好在阿伟及时看到了阿珍的返回信号 但就在他准备降落的时候 其中一名队友突然发生变异 并且开始袭击其他人 直升机因此瞬间失控 最终坠毁在不远处的雪山下 这一幕被基地里的阿珍尽收眼底 看来跟他预想的一样 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被感染 众人都以为只是个意外 可阿珍却将怪物可以仿制细胞的事情说了出来 并且表示他们之中已经有人被感染 因为他在浴室发现的金属假牙就是最好的证明 原来怪物只能仿制细胞 却不能仿制无机物 所以他就把金属假牙排了出来 就比如最开始那名队友的金属固件 而且阿珍坚信 被感染的人不止一个 因为就在坠机之后他返回浴室时 发现有人特意把里面的血迹清理了 可面对如此铁证 却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甚至还准备立刻前往下一个基地 但没想到等其他人走后 一名女研究员却悄悄告诉阿珍 说他看见一个人从浴室里走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条用来清洁的毛巾 阿珍听后十分慌张 因为这个人正准备跟其他人离开基地 绝对不能让他们走 于是在女研究员的提议下 两人决定拿走所有车钥匙 可就在阿珍仔细翻找的时候 恐怖的一幕却发生了 身后的女研究员突然发生变异 在怪物扑过来的一瞬间 阿珍一个侧身躲过 接着马不停蹄地跑出了门外 不明所以的眼镜男刚好从房间里走出来 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被追上来的怪物直接贯穿身体 侥幸逃过一劫的阿珍赶紧关上房门 此时其他人也听到动静声赶了过来 大壮扛着喷火器紧随其后 当他们打开房门一看 只见怪物正在吞噬眼镜男 眼前的一幕吓坏了所有人 大壮健壮果断打开喷火器 对着怪物一顿猛喷 熊熊大火瞬间将怪物包围 在一阵震慎人的叫声中 怪物终于倒了下去 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把眼镜男的尸体和怪物的尸体 一起进行彻底焚烧 而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也让众人都相信了阿珍所说的话 怪物的确能够仿制人类的模样 并且把自己完美地隐藏起来 等到有人落单的时候 就会伺机而动 为了防止剩下的人当中还有怪物 博士提议做一项测试 那就是抽取每个人的血液 与之前的血液样本放在一起 如果有人被感染 那么肯定就会发生某种反应 众人一致同意 可不料话音刚落 他们就看见黑暗的雪地中 好像有人引走来 走近一看 原来是飞行员阿伟和黑子 没想到两人在坠机中 竟然幸存了下来 大壮觉得正常人不可能存活 当即就决定烧死他们两个 但很快就被阿珍阻止 他提议先把两人进行隔离 等会一起做血液测试 避免错杀无辜 然而让他们万万没想到 血液测试还没开始 实验室却突发大火 血液样本和实验器材全部烧毁 测试没法做了 这显然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 不过也间接证明 他们之中的确还隐藏着怪物 因为小帅最后一个从实验室里出来 有人将矛头指向了小帅 眼看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阿珍急忙表示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怪物无法仿制无击物 如果牙齿有金属填充物 那就证明这个人没有被感染 相反则有可能被感染 很快经过一番检查 牙齿有金属填充物的人 都被排除现役 最终就只有包括博士在内的 四人都没有补过牙 他们之中很有可能隐藏着怪物 随后阿珍又让大胡子和大壮 去检查被隔离的阿伟和黑子 可等两人赶到时 却发现他们已经扒开地板逃了出去 大壮不顾大胡子的阻拦 执意要去附近寻找 谁知刚走出去没多远 就被一个身影袭击了 大胡子健壮 赶紧回去告诉其他人 说外面有只怪物抓走了大壮 就在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外面突然传来玻璃破碎的声音 他们立刻带着喷火器找过去 没想到竟然是逃走的阿伟和黑子 双方互相怀疑顿时剑拔弩张 都不愿意放下手中的武器 最终在基地队长的怂恿下 手持喷火器的男人试图开火 黑子出于自保 情急之下只能扣动扳机 子弹打中他身上的燃料罐 瞬间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队长受到爆炸的波及晕了过去 以损失一名队友作为代价 双方逐渐冷静下来 然而就在大胡子两人搀扶着队长回到房间时 可怕的事情却再次发生 原来队长早已被感染 分裂的手臂直接抓住了大胡子 其他人吓得不敢上前帮忙 经过一番奋力挣扎 大胡子最终被变异的手臂死死吸住嘴巴 更可怕的是 倒地的队长也正在发生变异 阿伟本想开火 但喷火器似乎出了问题 下一秒一只触手从队长的身体里弹射而出 开始对房间里的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小帅健壮试图开溜 但刚走出去没几步 就为了躲避攻击不是摔倒 接着又被触手刺穿了腹部 他躺在地上拼命呼救 可其他人也自身难保 黑子对着怪物连开几枪 整个身体也彻底变成了可怕的模样 躺在地上的小帅无力逃走 只能沦为带宰的羔羊 最终被怪物融合 成为了他的一部分 一旁的阿伦刚把喷火器修好 怪物就拖着小帅的尸体逃之夭夭 等到他追出去时 已经看不到对方的身影 无奈阿伦只能回到房间内 用喷火器烧掉同伴的尸体 以防止他们发生变异 随后又跟阿伟会合 准备去找到怪物将他解决 此时逃走的博士正躲在一个房间里 瑟瑟发动 但很快他就被怪物发现 仅剩的两人听到惨叫声后 立刻找了过群 却在途中差点被分裂的手臂袭击 好在阿伟眼疾手快将其一分为二 可这样的攻击并不能杀死他 手臂又迅速合二为一 阿伦果断打开喷火器 对着他一顿猛喷 这才将其彻底杀死 随后两人又继续寻找怪物的踪迹 当他们找到一个房间时 怪物突然对阿伟发起了攻击 慌忙之下阿伟跟阿珍走散 奴自一人躲到了另外一间屋子 可不料刚缓一口气 却发现怪物也跟了上来 无处可逃的阿伟被逼到了绝境 危急时刻阿珍及时赶来 对着怪物不停地开火 熊熊大火瞬间将怪物包裹 他挣扎着撞开阁墙来到了外面 而阿珍也紧随其后 赶紧进行补刀 直到对方彻底没了动静 两人以为危险已经解除 却又突然看到博士开着雪地 撤离开基地 他很有可能也被感染了 他们必须追上去阻止 可没想到追着追着 两人就追着怪物来到了 发现外星飞船的地方 难不成他想要开着飞船离开吗 果不其然等他们走上飞船之后 飞船就开始启动 接着脚下的扇叶开始翻动 两人见状赶紧开溜 可跑得慢的阿珍却不慎掉了下去 等到他醒来时 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了飞船的内部 阿珍好奇地四处查看 没想到变成怪物的博士 突然出现在身后 关键时刻阿珍拿出一颗手 直接丢进怪物的血盆大脑 同时阿伟也闻声而来 好在两人在爆炸之前 及时逃出了爆炸范围 怪物就这样被炸成了渣渣 而飞船也受到爆炸的影响 停止了启动 随后两人从冰洞里走出来 准备前往下一个基地寻求帮助 可没想到阿伟刚上车 阿珍却用喷火器对准了他 原来刚刚他就发现 阿伟一直戴着的耳环突然不见了 根据怪物只能仿制无机物的特性 他肯定也被感染了 于是阿珍不得不做出决定 然而怪物真的全部被消灭了吗 不久之后 一架直升机降落在基地 飞行员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 瞬间被惊出一身冷汗 就在他不明所以时 一个男人突然从房间里走出来 还用枪指着飞行员 叫他张开嘴巴接受检查 他正是之前被袭击而消失的大壮 没想到竟然活了过来 然而就在这时 一只狗狗突然从身后跑过去 因为狗狗在最开始已经被怪物袭击 所以大壮坚信这只狗肯定是怪物变的 于是立刻叫上飞行员 一起开着直升机追了过去 而电影也在这里结束